附入了30 高塔 就慢慢會開始好像想說 要不要想一下接下來人生的規劃 以前真的都不會想 以前完全不會想 就覺得我一個人很好啊 然後我事業很好 就做事業就好 但是好像過了30歲 一切都會慢下來你知道嗎 就是你的體力會變差 你的代謝會變慢 然後你瘦沒有以前瘦得快 皮膚比以前差 你就會開始慢慢 你就會開始慢慢 你慢慢說 就好說 接下來的人生 在講我們嗎 我甚至是認真的去思考 要動軟這件事情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還是會在我的人生規劃裡 所以有去醫院做諮詢嗎 動軟的部分 還沒有 我拍完這部戲就要去 我是認真的要做這件事情 我跟我經紀人要一起去 這才思考就要殺過去 沒有 因為我們是認真的在討論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女生的身體好像真的 過了30 真的慢慢走下坡的一個感覺 就是以前我可能 可以一個禮拜瘦個3公斤 一個禮拜 但是現在好像已經無法了 然後最近又開始看中醫 你就真的理解到說 身體真的沒有以前那麼年輕了 然後因為我身邊有很多朋友都結婚 然後也有生了小孩 然後就認真去思考人生規劃這一塊 理想對象嗎 嗯 我的真的沒有什麼理想對象 我覺得 就是又到一個人 然後 最最最希望的是能夠聊到來的 就像真的是朋友一樣的感覺的人 就好 現在我真的沒有什麼理想 如果是理想 我是你的理想對象 我的理想是那個 Brad Pitt 他現在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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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特別的就是理想的對象 因為真的就是 聊到來的就可以了 對 楊超偉跟Brad Pitt 我理想條件蠻高的 所以啊 高塔公主眼光高 眼光高 對…多有夠